这里有一百扇神秘的门 但只有一扇能让你逃脱 如果打开错误的门 就会接受相应的惩罚或者奖励 说话间土豪就打开了一扇门 却迎来一盘蛋糕 土豪背后的满脸都是番茄酱 大胡子想要打开一扇门 想要找一块毛巾 却被扔进来一个烟雾弹 这下两人只能被迫忍受 过了一会儿才成功扔了出去 接着又打开一扇橙色的门 这回惩罚是一堆彩带 土豪两人只能被迫承受 两个难兄难弟赶紧给对方加油鼓劲 接着大胡子打开一扇绿色的门 土豪两人又获得了玩具枪的惩罚 两人被打得躺在地上哇哇大叫 土豪看起来有些可怜 这可是自己未来的姐夫啊 接着土豪又打开一扇橙色的门 迎来一盆面粉 土豪一下子变身白人 之后大胡子想要打开金色的门 却发现上面被上了锁 两人只好暂时保留这锁门 大胡子紧接着就打开一扇蓝色的门 一颗颗水弹球被扔了进来 大胡子又被打倒 土豪站在一边幸灾乐祸 气得大胡子拿起水弹球反击 这下塑料兄弟惊破碎 好在很快两人就决定和好 又打开一扇粉色的门 收获了一堆鸡毛 土豪想要趁机闯出去 却被阻拦回来 接着又打开一扇小门 大胡子小心翼翼地打开 却迎来油漆截面 这下大胡子连眼睛也不敢睁开了 赶紧让土豪拿水弹球给自己清洗眼睛 好在只是虚惊一场 之后两人又打开一扇更小的门 这回是一堆亮片 大胡子看起来兴奋极了 之后再次正打开一扇橙色的门 进来一个小哥开始狂揍大胡子 土豪躲在门后企图逃过 却也被发现 这下两人只能被动挨打 好在最后还是合力将人赶了出去 现在他们要打开全场最大的一扇门 土豪有些期待 打开后没想到竟然是个套门 里面还有很多小门 尝试着打开一扇 又是一盘奶油的问候 这下两人看起来有些悲惨 之后继续 又遭受了一大堆芥末 土豪忍不住过来安慰大胡子 却把芥末全都抹到了他的头发上 接着再来打开一扇门 这次两人得到了一些卫生纸 但两人放弃了擦拭 反而接着开门 这次大胡子又被暴击 土豪看到有些害怕 不敢接着开门 但迫于游戏规则只能继续 开门一看果然又是一堆圆球 两人被打得哇哇大叫 接着轮到大胡子开门 这次幸运的得到了一副眼镜 土豪有些羡慕 赶紧继续开门 这次终于得到了正常的水 大胡子敢紧凑上去洗脸 之后继续开门 这次得到了一个盾牌的奖励 但土豪有些害怕 有种不好的预感 于是让大胡子躲在盾牌后面 他去开门 刚打开没有任何反应 土豪有些得意 却很快就迎来一些彩蛋 这下也不敢嘚瑟了 赶紧躲藏起来 之后两人一个躲一个开门 这次竟然又是奖励 他们得到了一个背包 接着继续开门 又是一顿小球的暴击 两人看起来有些悲惨 现在只想赶紧出去 大胡子又打开一扇门 这次得到了一些冰块 气得大胡子忍不住反击 紧接着继续开门 这次的惩罚是一些牛奶 土豪机灵地躲在门后逃过一些 大胡子猜测粉红色的门 也许是正确的门 没想到竟然进来一个人 对着他们扔了一些香蕉 而且还把他们的盾牌抢走 土豪有些傻眼 本来自己有机会能离开的 之后两人又获得了一些香肠 接着继续 又获得了肌肉质的惩罚 大胖子忍不住用筒接住 之后又倒在了土豪的头上 两人破罐子破摔 把筒戴在了头上 有了安全保障 两人格外有底气的开门 这次得到了玩具水球的惩罚 接下来两人有些不敢动了 最后只剩随机选择了 这次得到了一些棒球的撞击 接着又是泡赛 土豪被叼的浑身都湿透了 之后再来一些厌外骗的加持 两人看看起来狼狈极了 接下来再尝试着打开绿色的门 本以为是逃生门 没想到却是淡叶 接着再尝试红色的门 这次是一堆咖啡粉 土豪已经被刺激了有些想放弃 还是大胡子仍旧坚持 这次还是没能打开正确的门 大胡子看起来被惩罚得很是悲惨 这扇步行再来一扇 这次直接就是一顿胖揍 土豪想要从门逃走 却又被拦住 这次土豪学乖了 再也不敢轻举妄动 小心翼翼地打开上面的一扇橙色门 终于获得了一把钥匙 这下总算能逃脱了 想看土豪还会发起 怎样有意思的挑战吗 关注我 下期见